台北知道高嘉瑜表情包吗?姚文志,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,左,在立位苏志芬,右,陪同下,前往北市文山区及大安区扫街败票,两人顶住寒风卖力地向商家路人挥手致意 范阳光社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,今早至大安门山区扫街,郭剑申社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作在造势时,特别提及有一位水水的议员在他日前应会造势时说话时溜走,被外界解读是在暗酸被施议员高嘉瑜 姚金兽认识时强调,如果有注意到台下群众互动,就知道他在台上是呼应他们的意见,并呼吁民众别继续批评党内同志 我希望大家往前看,不要再为难党内同志 至于高嘉瑜在他身后露出翻白眼,姚则说,这是高可爱的地方,但怕外界别做文章 姚文至今早携带安门山区民进党议员车队扫街,并从他的研究所母校正大校一门前出发 他会前受访对媒体询问,昨晚造市场闹得最凶的是疑似炮轰党内同志,究竟他为何会提及此事 姚文至说,包含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为继一事,他原希望党中央迅速处理,但选举快到了,这些都能暂时放开 由于他在进场时就得知不断有民众在批评,当时他在台上也有制止民众叫嚣,希望别再为难 姚强调,虽然他有举了一些例子,但结论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,不要为难自己人 即便中间有些差异,但都可在台湾价值底下团结取胜 由于做造势时虽然气氛热烈,但网络上也捕捉到高嘉瑜在姚文至身后翻白眼的瞬间,甚至做成表情包 姚泽回应,这就是高嘉瑜可爱的地方,但认为这是外界在图片上做文章,强调最后两天彼此放下恩恩怨怨,促进民进党大团结 此外,老天鹅娱乐日前做的汉智回头MV,姚文至昨夜在造市场时说,此话一出,老天鹅回击称,当初姚文至还曾称影片有趣,现在看这些都不是真心话 姚文至回应,这是人之常情,有时被消遣一下觉得还好,但当被十万人骂的时候,会觉得很难过,心情转折随大家评价